学水晶指甲难不难 现在我要教你怎么做水晶 记得观看我下面的视频 现在我们把纸模架好了 想要看怎么架纸模 我前一集有 那架完纸模之后 我们就要开始铺粉咯 还记得我说麻吉的样式吗 我们要把粉拿起来 像麻吉的样式之后 放在微笑线的地方 然后开始进行铺粉 先长度 宽度 修饰外面的形状 先往中心堆叠 这样第一球就做完咯 现在我们进行第二球 第二球必须要放在指缘边 将手往下 慢慢的往下拉 用笔尖与笔中心 第一区跟第二区的位置 滑顺势之后 将抛物线做整理 吸弧度做整理 这样子水晶指甲的外观就做完咯 之后我们再微调一下 有缺陷的地方 因为这位客人的手 比较倾向于左边 在视频上看起来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在他的右边 补上一球 强化他原先断裂的地方 在回补的动作当中 我们要注意我们的直度 回补完了以后 发现他的指缘 上方右上方也有缺点 所以我们就再补上一球 让他比较平衡 这是水晶矫正 相当重要的一环 这样补完了以后 我们的水晶指甲 就制作完毕了 来看一下 抛物线和正面直度 想要知道更多的美甲讯息吗 记得关注我 然后帮我按赞 赶快帮我冲上一千人 让我可以直播吧